娱乐这次金钱之上一日一根的全美又来了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今天的视频发的有点晚了 因为突发时间换题 前锋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当了十几年的主持人 虽然除此之外 他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演艺成就 但这档国民度极高的节目 足以让他成为家喻户校的大手脸 一枚知名度这么高的艺人 被爆性丑闻这么严重的事件 好长一段时间热搜排名 却老在第六总上不去 当然这可能是为了谨慎 毕竟他被控只是单方说法 很多人都会倾向于等一等 看他是否立刻否认澄清 或出现什么反转 但前锋迟迟未见回应 8月24号晚 上海常宁区警方发布通告 还原了2019年事情发生的经过 警方的通报表示 2019年2月15日22时左右 的确收到了当事人肖某 爆料的女孩的报案 在经过多方调查后 对饭店工作人员 网约车司机 前锋本人和女孩肖某 都做了调查 并提取了相关生物样本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并不能根据当时的证据 认定前锋有某行为的发生 彼时在这份不与立案通知书上 女孩也确认签字 并未提出异议 之后也没有申请复议 上海常宁区警方的通报 最后表示 如果女孩肖某有新的证据出现的话 也可以向警方提供 他们会依法展开协助调查 之后女孩肖某立刻发文回应称 她对于警方的发文比较遗憾 前锋曾在审讯室亲口承认 对不起 我强奸了你 这些都有录像和录音 希望警方公开这些证据 女孩肖某表示 天亮后她会提供新的证据 继续报案 值得玩味的是 调查结论并不是前锋本人来发布 而是由警方出面发生的 截止事情发生到现在 前锋都没有出来说任何细节的回应 反倒是前锋的工作单位 湖南卫视第一时间发声表示 他们正在与前锋做进一步的了解 这期间将暂停主持人前锋的一系列工作 而根据湖南卫视内部人事介绍 8月底本来前锋有一档综艺节目要开录 后面也有其他工作的安排排满 目前都处于暂停状态 尤其是8月底的那档节目 如今已经紧急找了其他明星代替前锋 虽然湖南卫视暂停前锋工作 并不代表他被控仪式已被证实 但也说明事件没那么简单 不是一句对方瞎编就可以轻易反驳 事情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 昨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 一名女子以网名小易发帖 指控称两年前被前锋强奸 小易自称90后女孩从事电视演出工作 2018年参加了天天向上一期录制 她表示在节目录制完当晚 收到节目组工作人员信息说 主持人想和她认识 于是她通过了前锋的微信好友申请 聊了几句天 小易在长文后就贴出数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这张图应该就是她指称 录制天天向上后 前锋主动叫她好友 表现亲和的聊天 截图上的对话时间显示为 2018年12月17日 却没查了一下 发现2018年12月17日 确实有录制一期天天向上 播出时间是2019年1月1日 聊天记录中 疑似前锋询问小易 你们今天是不是录了开场秀 那天的开场秀舞台 现场人数确实很众多 主持人们站在最前列 后面有多位穿着缤纷的 帅哥美女半唱半舞 假如小易所说属实 她可能是后排这些人中的一个吧 此外截图显示对方微信名为前奏曲 而前锋在唱巴和某音上 用的名字也是前奏曲 还有一点是 假如聊天记录上的微信名字和头像 与前锋对不上 湖南卫视工作人员 应该第一时间就会发现 表态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小易常文中称 在微信上聊天时 前锋曾多次邀约她出来吃饭 不过直到2019年2月14日晚上 他们才第一次在节目外见面 在上海的一个小酒馆一起吃晚饭 小易称自己在前锋镶卷下 喝了很多果酒 晚饭后就开始觉得头晕难受 意识模糊 翻查前锋超话 2019年2月12日 有她现身上海机场的一条微博 行程似乎对得上 小易声称 那天晚饭后 前锋又提议去KTV 后面她就意识不清了 第二天醒来 她发现自己和同样赤身的前锋 躺在一起 前锋安抚她说 昨晚她喝多了 硬要跟她回家 没忍住 发生了关系 小易称自己傻掉 套上衣服离开前锋家 路上一个老太太喊住她 她才发现自己衣服也被撕烂了 她贴出的聊天记录中 有一段也是讲到衣服的事 从对话中贴出的照片来看 她被撕开的是上一部分 她表示 后来到前锋小区查监控 看到那一晚 自己神志不清 完全丧失行为能力 前锋连拉带拽 强行将她拖回家 小易在发出长文同时 贴出了几张监控录像截图 画面显示 一名女子脚步不稳 被前面的男子拉着往前走 另一张显示 她站不稳 摔倒在地 傍晚开始 小易又通过微博连续发出视频 视频上可以看到更完整的经过 监控录像拍下的画面角度很低 两个人都看不到脸 但可以看到全身上下的衣着 监控画面上那名男子 头上戴的帽子 以及身上穿的白色羽绒服 与前锋2019年初分别穿戴过的两件单品 颇为相像 小易贴出的对话截图中 她在看了录像后去质问对方 在自己不清醒时 强行发生性关系 对方警觉 反口说没硬起来 但小易报警验伤 结论是下体撕裂伤 她表示检查报告在上海 湖北警方处有存档 此外她说前锋打钱 说送礼物道歉 想哄骗她 相信是谈恋爱 已压下此事 小易贴出的聊天记录里 对方发起了三笔520元的转账 还说是补情人节礼物 她没有接收转账 小易称她和前锋被警方叫到警局 前锋还对她下跪求饶 她拒绝了 她表示笔录后事情没了下文 后来她曾自杀被救回 陷入深度抑郁症 小易表示 咨询了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 对方看了她手头全部证据后 说这是确定无疑的强奸 劝她站出来 让前锋受到应有的惩罚 另外一周前看到前锋 签署一人一德承诺书的新闻 让小易觉得十分讽刺 这也推动了她在事隔两年后 发出公开诉讼 以上就是女方对前锋的指控 在这个惊人指控爆出后 前锋以往的言行 已经被网友们翻了个底朝天 她曾在节目上公开开黄枪 对穿着性感的女嘉宾 露出一副色眯眯的模样 让人觉得不尊重女性 并产生反感 她似乎很容易在舞台上起生理反应 还被好兄弟薛之谦爆料说 是个天天泡夜店的玩咖 汪涵也曾说 前锋的朋友圈全是女性 众所周知 夜店咖一般都是花花公子 风流情人 但前锋自认为不是 还说自己只交过很少的女朋友 但两个疑点随之而来 1.1 交往很少的女朋友 前锋以时上的需求却很猛 2018年2月 张若云参加天天向上现场爆料 她总在某餐馆碰到前锋 她本来想和前锋拼桌 但前锋竟然连续两个月都吃牛鞭锅 这才让张若云望而却步 时拼桌失败 难怪前锋总失态 1.2 很少的女朋友是指9个或9个以上吗 前锋曾在火星情报群中自爆 她在最帅的时候 曾追过好几个女孩 但对方都无情地拒绝了她 理由是你太帅了 肯定花心 没有安全感 但事实上 前锋花心吗 感情方面很难说清楚 看完后面的 各位还是自己来下个判断吧 据传前锋曾有一位女同学 名叫苏杨 苏杨苦苦暗恋前锋四年 好不容易恋爱了 但却如烟花般短暂 之后开始北漂的前锋 结识了海颜大戏舞者中 扮演惊魁的张灵芝 张灵芝曾说有一次生病 前锋马上赶到住处 各种照顾 我当时真的很感动 但感动归感动 爱情是爱情 两人还是没能一直走下去 接着前锋又认识了李承源 李承源中系毕业 肤白貌美 大长腿 2009年 他曾连续两次登上天天向上 也因此前锋与他结缘 据传李承源是汪涵的好朋友 而前锋也因此经常照顾李承源 这一照顾就不止在节目上了 而前锋身边又出现了新人 著名模特林婉 林婉2007年出道 美貌清纯大长腿 林婉最初转型做主持人的时候 很好运的与前锋搭档了 两人一起主持过好几档时尚节目 工作爱情两不误 但最后爱情的火苗又熄灭了 接着书燕来了 书燕 他曾饰演过中汉良版本 《天龙八部》里的《秦红棉》 他同样是清纯美貌挂的 前锋的口味还是比较统一的 前锋很急 他不等人 第六位来势汹汹 两位美女争相承认 他们分别是崔欣欣和周怡 他们都精准地踩在前锋的理想性上 清纯貌美 大长腿 这就很难为前锋了 几个月后 记者和网友再去询问两人 周怡这边删光了与前锋的微博 改变了说辞 称只是朋友 而崔欣欣那边 同样删光相关微博 并说不想提那段恶心的恋情 周怡崔欣欣刚走开 慈禧又来了 慈禧 艺术学院大学生 那会儿他刚19岁 女孩在博客 晒出了和秦峰的合照 两人脸贴脸十分亲密 之后 2012年到2015年 这四年 前锋比较低调 但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2016年 前锋又被拍到带着美女逛街 两人牵着手 关系很明确了 但前锋还是不回应 后来前锋就更低调了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颜值变化 女朋友有点难找了 在之后 就是2018年 录制《天天向上》时 被盯上的女网友小易了 通过工作人员 加了人家的微信 和对方聊了半年 在2019年2月14日 完成第一次见面 和床上玩俄罗斯方块 这进度可真叫一个快 前锋是真的急啊 而发生这么一件大事后 前锋依旧坚守本性 2020年 前锋又被拍到 和美女去酒店 第二天清晨 她才离开酒店 这也让人想起 几年前因出轨门 丑闻退出 天天向上的田园 同样是夜店咖 微信加了上千个女孩 但玩咖是不够 解身字号 属于私得 前锋这次行为 确实犯罪 性质完全不同 要说前锋 以往有严重的黑历史吧 那的确也没有 所以无法根据她以往的言行 对女方指控 是否真实做出推论 不过还存在一种可能性 是女方对部分细节有所隐瞒 因为当年警方不予立案的 这个情况 还是让人觉得 有些奇怪 女方在这一点上 说的比较含糊 也没有出示 不予立案说明的 全美当然不是替前锋洗白 只是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对事件未知全貌 还是不要随便定论 当年警方不予立案 有可能是调查中 怀疑当时双方有亲密关系 不过由律师曾经科普 只要是女方 酒醉昏睡 没有肯定同意表达的情形下 性行为就是非法的 不论最后结果如何 从网友评论到湖南卫视 立刻停下前锋 一切工作的举措 全美身为女性 很欣慰地看到 无论大众舆论 还是工作单位 对此事件的看法 都有了彻底的改变 如今时代 已经不一样了 假如最后查明是犯罪 当时人必然要受到 法律的惩罚 即使万一出现 所谓的细节反转 那也要付出代价的 再不会像以前那样 轻易受到宽容 日新208万的演艺圈 却动不动发现各种犯罪嫌疑 更不用说道德 划破底线的重重 过去大家实在是太宽容了吧 影响越大 责任越大 坚守良好的社会功德 职业道德和个人私德 把明星的门槛提上来 好了 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我们评论区见哦 一摯 我说 一摯 大家 一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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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一摯